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省气象局说龙卷风移动路径长大约1.7公里 当局加紧清理善后 由记者梁永祥在广州播渡 距离广州市中心大约25公里的白云区中落潭镇 龙卷风吹袭了四条村 其中受灾较为严重的梁田村 沿途都可以见到龙卷风造成的破坏 建筑物铁皮等散落四周 当地距离龙卷风发生点大约2.8公里的气象站 事发时一度录得最大风速是每秒20.6米的震风 即是时速大约74公里 白云区政府通报说 在龙卷风发生期间有141间厂房受损 但是未有文宅倒塌 在龙卷风吹袭之后 有餐厅门前的岩棚被风吹塌 暂时做不到生意 有文宗就拍到昨天疑似龙卷风形成的过程 可以见到当时天空出现流斗云 其间附近电塔的电缆多次出现火花 流斗云底部接近地面 随即卷起大量的杂物 附近的车也都立刻停下 那个风很猛的就过来了 过来我那个车本来就十多堆 就是乱倒 乱倒当时我看到这是个风口 我想往后倒一点 不敢倒了 害怕倒了会翻掉了 太恐怖了 通过后就先打争一下 打争的是薯片都给它把关 但你经历这个东西之后 你就知道 广东省气象局初步说 龙卷风的强度达到强龙卷级别 移动路径长大约1.7公里 阔280米 持续了大约4分钟 无线电视记者梁永祥在广州报导 有本港气象专家就说地势关系 龙卷风在香港较为罕见 有工程师就说 本港建筑物的结构 能够抵御一般龙卷风吹窄 80年代到现在 香港有大概10次龙卷风报告 87年那次美孚有渔船翻沉 美孚身穿部分的单位和车梁受损 比较近期的 20年前曾经在机场出现 风速每小时62公里 维持了大概3分钟 有工程师连人带车被卷气受伤 当暖空气遇上冷空气 暖空气急速上升就会形成龙卷风 有气象专家就说香港出现龙卷风的机会不大 南中国海有些潮湿的气流输送入来 高空是一些干燥的情况 就可以造成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状态 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 就是高空出现一个风车变的现象 这么多的因素巧妙地配合 然后才会出现龙卷风 如果看回香港的记录 就是说我们有这些情况出现 但是要完全是天衣无缝的配合 那个机会不是太大 有工程师就说 本港的建筑物能够应付一般龙卷风的威胁 香港的建筑物一般都已经可以照顾到 应付到240公里时速的风速 特别高的那些 比如我们摩天大厦 甚至是近300公里 例如今次在广州出现这个 它附近的风力 仅是时速70多公里 市民就不需要太担心 就是说我们一般的流域 在龙卷风的情况下 会受这些严重研究 不过也有工程师说 龙卷风可以令到 杂物船窝式横向向向上转动 比较容易破坏到建筑物玻璃外场 无线电视机就是中卓希报导 进讲下 勞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说 强制举报若宜条例处案的立法工作 已经到尾声 强调会因应情节严重程度懲处 提出草案的目的就是为我们的儿童 尤其是弱小的儿童 要编织一个保护网 保护方法 针对一些情节严重的个案 是需要有阻害力的惩罚的 但如果情节不是严重的 可能只是一些比较轻微的情况下 究竟我们应该如何合理地提供一个机制 我们可以去讨论 我有信心大家可以找到一个方案 可以既顾及我们提出草案的初心 亦都可以针对业界的担忧 我们可以做一些舒缓和针对性的回应 国际方面 美国电动车生产商Tesla 兼创办人兼行政总裁马斯克抵达北京方案 马斯克认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邀请访华 和会长任洪斌会面 就下一步合作等等的话题交流 路透社报道 马斯克此行将会和中方官员 讨论在中国推出全自动驾驶软件 并且寻求批准在中国随得的数据 转到海外训练自动驾驶技术院善罚 回来新闻时间 沙田清洗污水渠两色的事故 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说 商讨仅在合约引入两个新要求 包括订明这类工人都要先完成入沙井的训练 他又说面对极端天气 各地的共识不是杜绝水浸 而是做好预警和善后 沙田清洗污水渠的事故 关键是渠务署说工人不需要入沙井 但为什么在井里面昏迷 工会也都关注 就算在沙井边做事 打开渠戒的时候 如果煞气的浓度太高 也都会让成意外 也应该要求事前量度浓度呢 发展局局长林汉豪在本台节目讲清讲出话 始终是户岸的地方 能够冲淡浓度 不需要太担心 不过他同意要加强清洗沙井工人的安全 正商讨短期之内 能不能够在清洗渠管的合约里面 无论是新签还是已经签了的 丁明两个新要求 我们想着必须在合约里说明了 我说不预计你走到沙井做事 如果清洗渠的话 但如果你要下去 你要事先告诉渠务署 得到渠务署的批准 如果你进入沙井里面 那个工人我们要求他的训练是不同的 明天现在就想着就算你在地面那里做清洗 也有这个要求 你也要熟在沙井里面清渠的运作 目求那个员工他的意识是强的 其实要考牌的 在短时间之内你修改完 其实那个可行性上面是行不行的 其实不难的 他主要是多读一个一日左右的课程 去年的端天气令到多处严重水浸 近日广东也都有多处出现水浸 香港今年又应该怎样应对呢 有些声音就说似乎是说到有水浸就是不行了 各地政府交流大家都有个共识 就是我们不能够杜绝到水浸的 除非怎么样呢 你做很大的投资在我们的基建 就是等于香港其实从来不会零下五十度的 但是你花很多的钱 买一件很重皮的鱼蛹放在家里 没人会这样做的 他认为是要加强预警 水浸时的应对以及善后 各地的新闻片段有些是宅国 都很久时间都没清到 其实我们上一次基本上过了一天左右 大家的生活大体都是回复到正常的 在疏水那里 其实现在渠务署是在想 他什么时候都要调配更多的人手 在不同的地域那里 他说方向是增加更多运作基地和人手 较去年五百五十人多 也会多用科技 无线电视记者陈家印报道 发展局局长林汉豪又说 预计今年第四季才会就建筑物条例 如何收定交代具体方向 研究中在强制验楼和禅建 引入帝尽释罚款并且简法检控 例如一禅建就检控 不用先发清策令 佐敦华丰大厦大火 揭示大厦多年来都未完全遵办 强制验楼令 令到社会再次关注旧楼安全的问题 去年施政报告 在接连有旧楼外墙跌石市之后 提出检讨整条的建筑物条例 发展局局长林汉豪说 研究的方向包括加快程序 例如能否强制所有 达到一定柳龄的大厦验楼 政府事前不筛选 过去集中的楼 很多都是50年柳龄或以上 筛选了就出个验柳龄给你 这里其实都要花点时间 花点气力 我们都会检视一下 可不可以逢你去到30岁 你都履行一下这个责任 他又说会思考引入定额罚款 避免好像现在这样 需要几个月至到一年的时间去检控 不过承认最高都是一万元 交现在的罚则还要低 这个只是第一步 我暂时都是举例 因为我们还在检视 譬如你是一个30年柳龄的楼宇 你可以 其实应该就入那个 叫做验柳的门栏 但是你不做 立刻定额罚款 罚了你了 然后几个月后罚完你 你还是没有做事 那就检控了 那就检控了 就来一个重一点的 不是现在五万元这个 他说也会研究 避免制用在禅建的罚则 同时都会考虑加重最高的罚则 视乎禅建的规模和严重性 又会考虑删除明知固犯才罚得够重的条文 明知固犯有很多虚位 被人去说 我不知道 我买回来已经是这样 房子 现在研究 就做到了 我一看到你有潜建 我已经可以检控了 我不管你拆不拆 因为你拆是应该的 他说会同样研究取消 以换法团等等作为不强制验楼的合理辩解 无线电视记者陈坚报道 进港压 政府这个星期将会公布 今年第一季生产总值预估数字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估计 会在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区间之内 形容经济温和增长 政府年初估计 本港全年经济实质增长2.5%至3.5%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说 对经济形势维持审慎 看不到特别理由要调整预测 他在新一篇网誌说 来近星期四发表的第一季生产总值预估数字 会在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区间之内 反映本港经济连续第五个季度 情温和增长 也提到过去一个星期 港股年升五日 恒指升了大约百分之九 是13年来表现最好的一个星期 市场憧憬创科和人工智能业务 潜藏的新机遇和业务增量 加上中国证监会五行措施 包括互联互通国庸等等 触发市基已久的资金入市 带动积极气氛 它又重新加速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性 会为科创企业提供良好培育条件 融资环境等等 同时要巩固传统经济环节 预料跟着下来的内地五亿假期 有超过80万旅客访港 未来几个月亦都有多场盛事 将会继续创造更多销售和消费场景 吸引更多人消费 无线烈士记者侄约报道 旅游发展局计划在5月1日晚 举行海上烟花烟火表演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鸿说 由于近期天气不稳定 将会在当日下午交代烟火表演 是否如常举行 这几天天气一样 亦估计5月1日可能会有雨 所以我们有些事都要做两手准备 第一当然可能天气不好 是会影响了一些旅客出行 这个我们都要接受这个现实的 可能都要去到当日5月1日的下午 我们才能够正式讲到 究竟晚上的烟火会受什么影响 因为始终天气的问题 尤其是下雨的问题 有时可能要比较迟我们才知道 但我们都希望来香港的旅客 早点心理有个准备 来近星期三是五一劳动节 工联会发表劳工政策畅议 促请政府改善劳工权益 而工业商忘权益会 就到政府总部请愿 争取成立工商纪念日 悼念工业意外的死者 工业商忘权益会 大同自制架纪念碑 导致总冬日外密哀和献花 又递交请愿信 权益会在上个月至今个月 以网上问卷和街站访问超过一千人 当中九成七人支持定立工商纪念日 近半价受访者认为 要将当日定为法定假期 并且在市区的多眼处 设立纪念碑纪念工业意外死者 定立工商纪念日和树下工商纪念碑 这个意义就是首先我们要正面去承认我们社会 我们香港这个地方是有严重的工商意外出现的 而我们是承认了我们有这个责任 承认了这些事实 然后我们能够去吸取教训 我们再去防止再有更多的盛名而失去 权益会又说政府在上年的4月通过职安建修定条例 将严重性质的违例行为最高的罚款 由50万条高至1000万 但是新例落地一年只有三宗的定罪 分别罚款3至5万认为是欠缺了客力 工联会亦都发表劳工政策畅议 促请政府改善劳工权益 包括要求政府检视输入劳工计划 确保本地的工人优先就业 有关注近日严重工业意外贫生 促请当局加强工地巡查 和做好职安建教育 无线电视记者彭荣熙报道 国际方面 简部寨西部一座军火库爆炸 20个士兵死亡 事发在当地星期六下午 位于磅士碑省的一座军事基地的军火库 发生猛烈爆炸 摧毁一架载满武器的货车 和附近四栋建筑物 另外二十几间民房也都受到影响 暂时未知到原因 首相洪马内对意外深表震惊 向愿难者家属和商者表示慰问 并且指示相关部门善后 四商者家属分别获当局 发放2万和5千美元赔偿 澳洲政府将会设立全国枪械登记系统 记录所有枪主的身份 和监管他们收藏枪械的地点 是当地历尼最重要的枪械管制措施之一 澳洲司法部长德赖弗斯 在亚塞港大屠杀28周年前夕 宣布政府下个月将会撥款成立全国枪械登记系统 整合各州的枪械记录 当年的亚塞港枪击案 有多达35人被杀 当时政府已经提出 要施立全国性的枪械登记系统 但一直未有落实 2022年坤士兰发生杀警案 两名警员和一名居民 被三名宗教极端分子枪杀 其中一名空手在枪械被吊销的情况下 仍然能够合法购买弹药行空 事件终于促成各政党达成共识 建立数码化的枪械登记系统 令警方可以即时查阅所有枪械和枪主的资料 延迟澳洲各州的警方 有独立的枪械资料库 资讯不能即时互通 部分地区更仍然使用纸本文件来登记枪械 当局将要雇用大量人手 将文件输入电脑 估计要花4年才可以完成 无线电视记者简永远报道 冬冲有三兄妹被毒留在家 九岁的哥哥报警 妈妈涉嫌弱而被捕 沉谋波估计将会在这个星期公布 今年第一季生产总值预估数字 会在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区间之内 内地往来港澳人才签注 在下个月6日开始 适用范围扩展到北京和上海人才 各位爱荣家瑶 东冲发生华尔约疑案 三个小兄妹被毒留在家 九岁的哥哥报警 而妈妈涉嫌约疑被捕 事发在东冲日东村 警方上午近10点半 接获一个九岁的小孩 报案 说妈妈离开家后 迟迟未回 觉得担心 于是报警求助 警方到场 发现单位里面 还有一个六岁的小孩 和一个两岁的男孩都没有受伤 36岁的妈妈离开家 大约一个小时回家 据了解她因为丈夫失弱 未能跟家人出家玩 而跟丈夫争执 并且在丈夫离开家 上班后下楼散心 三个子女暂时由妈妈照顾 案件仍然在调查中 立法会法案委员会 审议正强制举报若疑条例重案 勞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 说立法工作已到尾声 重新针对情节严重个案 需要拒阻核力惩罚 强制举报若疑条例草案 去年6月刊献 有待立法会審议通过 草案订明 社工、教师、心理学家、医护等 23类专业人士 如合理怀疑有若疑情况 必须尽快举报 为例最高刑罚是监禁3个月 以及罚款5万元 对于幼儿园认为监禁刑罚过重 当局说草案目的是 为弱势儿童编职保护网 針对一些情节严重的个案 是需要有阻压力的惩罚 但如果情节不是严重的 可能只是一些比较轻微的情况下 究竟我们应该如何 可以合理地提供一个机制 我们可以去讨论 我有信心大家可以找到一个方案 可以既顾及我们提出草案的初心 亦都可以针对业界的担忧 我们可以做一些舒缓和针对性的回应 为配合条例生效 政府会为相关人士提供培训 亦已被实务指南作协助 无线电视记者南无杰报导 政府今个星期将会公布 今年第一季生产总值预估数字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估计 会在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区间之内 形容经济温和增长 政府年初估计 本港全年经济实质增长2.5%至3.5%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日前说 对经济形势维持审慎 看不到特别理由要调整预测 他在新一篇网志说 未来星期四发表的第一季生产总值预估数字 会在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区间之内 反映本港经济连续第五个季度 情温和增长 也提到过去一个星期 港股年升5天 恒指升了大约9分 是13年来表现最好的一个星期 市场憧憬创科和人工智能业务 潜藏的新机遇和业务增量 加上中国证监会五行措施 包括互联互通国庸等等 触发士基已久的资金入市 带动积极气氛 他又重新加速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性 会为科创企业提供良好培育条件 融资环境等等 同时要巩固传统经济环节 预料跟着下来的内地五亿假期 有超过80万旅客访港 未来几个月亦都有多场盛事 将会继续创造更多销售和消费场景 吸引更多人消费 母亲事记者 浙月某道 国家移民管理局公布 内地往来港澳人才签注 在下个月6日开始 适用范围扩展到北京和上海人才 而赴港澳商务签注停留期限 亦都倍增到14天 由着北京记者张永恩报道 内地当局去年推出往来港澳人才签注 六类合资格人才持有签注 可以多次往来香港、澳门 每次逗留不多于30天 至今已有超过2万多人获法 国家移民管理局决定下个月6日起 扩大计划至北京、上海人才 新政将为内地与港澳科技创新 注入新活力、新动能 有力地支持香港国际创新科技中心建设 澳门科技创新发展 另外持商务签注赴港澳人士 下个月6日起逗留期限由7日陪增至14日 亦扩展至全国通办 即是可以向全国任何公安机关 出入警管理窗口申请 助力商务人员广泛寻找商机 深入洽谈业务 预计将汇集全国一亿多个个体工商户 以及已经登记申办多次商务签注的 三万多家企业机构的商务人员 另外内地居民到澳门参展 就医或者从事演艺等 可以申请赴澳门一年多次其他类签注 而参加了环琴、澳门旅游团 7日内可以经环琴口岸 多次往返两地 国家移民管理局说 政策将进一步便利内地和港澳商务往来 推动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 人才高地协同发展 无线电视驻北京记者 张永恩报道 至于特区政府欢迎内地优化往来 香港商务和人才签注的安排 当局说新安排之下 申请人可以在全国相关单位办理商务签注 将会大大便利内地商务人员访港做各项商务活动 作进两地商贸人员往来 至于人才签注 直至今个月中 已经有超过一万八千人次来港 扩展适用范围到北京和上海 有助吸引更多内地人才在香港汇聚交流 相信两项亲数字 有助促进香港进一步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是促进南下 北上相向人才流动的坚实政策基础上 进一步最得实质成果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在社交平台说 他和团队会和内地当局保持紧密沟通 继续促进两地人才互联互通 日本派调查船 昨日到钓鱼岛附近海域视察的时候 一度和中方海警船对视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说 已经就日方在有关海域的侵权挑衅行径 提出严正交涉 而日本的文调就显示 近六成受访者赞成当局对华采取强硬态度 日本冲城石环市长中山二龙和前防卫商 杜田彭美等五位国会议员以及调查团 过去星期六搭船试察尖角株 即是中国固有领土钓鱼岛 日本传媒报道 日方调查船当日上午在岛最周边视察 并由石环市政府委托的东海大学 以无人机在钓鱼岛队开近两公里处 拍摄了大约15分钟的影片 随后准备第二次拍摄的时候 遭到一艘中国海警船接近 调查员判定当时情况危险 决定取消拍摄 日本海上保安厅随即派两艘巡逻船介入 阻止中方船隻将一部接近调查船 报道又说中国海警船迫近不够一公里 令日方调查工作被逼中止 中山二龙和杜田彭美等同日徐调查船 回到石环港 结束海上调查工作 中国驻日本大使馆说 已经就日方侵权挑衅行径 提出验证交涉 又强调中国海警船的做法 是依法对日方船隻进行威权执法 强烈敦促日方停止一切政治挑衅 现场滋事和舆论炒作 回到以对话协商妥善管控矛盾分歧的正确轨道 避免局势进一步升级 而日本外务省就对华外交的民调显示 有近六成受访民众贊成当局 对中国入侵令海采取强硬态度 有四成的受访者就认为 当局要确保地区和国际社会和平稳定 无线迪斯记者沉玉山报道 稍有时一会儿 稍后回来还有其他新闻 广州白群区昨天下午出现龙卷风 有记者梁永长在广州报道 距离广州市中心大约25公里的白云区中 中落潭阵 龙卷风吹集了四条村 其中受灾较为严重的梁田村 沿途都可以见到龙卷风造成的破坏 建筑物铁皮等散落四周 当地距离龙卷风发生点大约2.8公里的气象站 事发时一度录得最大风速是每秒20.6米的震风 即是时速大约74公里 白云区政府通报说 在龙卷风发生期间有141间厂房受损 但是未有文宅倒塌 在龙卷风吹集之后 有餐厅门前的盐棚被风吹塌 暂时做不到生意 那是龙卷风 有民众就拍到昨天疑似龙卷风形成的过程 可以见到当时天空出现漏斗云 其间附近电塔的电缆多次出现火花 漏斗云底部接近地面 垂直卷起大量的杂物 附近的车也都立刻停下 那有危险啊 哇 那个风很猛的就过来了 过来我那个车本来十多堆 就是乱抖 那到当时我看到这是个风孔 我想往后倒一点 不敢倒了 害怕倒了会翻掉了 太恐怖了 通过后就先打仗一样了 打仗的是酥皮都给它把关 但你经历这个东西之后 你就知道 骗斋 人类在它面前很渺小 广东省气象局初步说 龙卷风的强度达到强龙卷级别 移动路径长大约1.7公里 阔280米 持续了大约4分钟 无线电视记者梁永祥在广州报导 而我们的记者梁永祥 继续在广州白云区受灾现场 部分区域停电 入夜之后居民有什么部署 我们现在在光明村的位置 和陈栋村一样 这里都受到停电的影响 不过现在天色 将近挨慢的时分 天色都仍然是挺光亮的 有居民趁天气好转了一点 现在没下雨 就出来稍微活动一下 我们看到当局仍然是继续派人 来抢收供电的设备 希望晚上之前能够恢复到供电 刚刚我们都和一些居民谈过 暂时没有电力 小朋友做功课都受到影响 暂时要用电筒和蜡烛去照明 而食物方面就要靠叫外卖 如果想洗澡的话 部分就选择去到附近的酒店 先洗澡 也都有一些人就选择 暂时离开村落去另一个地方住 而在现场也有不少工厂 也都受到停电影响 是要暂时停工 他们也做不到生意 有工厂的冬住就跟我们说 只是仪器设备的损失都过百万 而生意的损失更加难以估计 因为怕客人找不到他做生意 就找其他人 一去就没有回头 我们继续在广州跟进最新的情况 先将时间交回到新闻报 好 谢谢梁炳祥 至于有气象专家就说 要有强对流天气 加上特定大气条件 龙卷风才会形成 在香港较为罕见 有工程师就说 本港建筑物结构能够抵约一般龙卷风吹袭 刚才那风是怎么样的 练捐风 80年代到现在 香港有大概10次龙卷风报告 都是在5月到10月发生 1987年那次 美孚有渔船翻沉 美孚伸村部分的单位和车受损 比较近期的 20年前曾经在机场出现 风速每小时62公里 维持了大概3分钟 有工程师连人带车被捐气受伤 有气象专家就说 广州和香港相近 都有机会受到龙卷风吹袭 但是形成要满足很多条件 南中国海有些潮湿的气流 书中进来 高空是一些干燥的情况 就可以造成一个非常不稳定的状态 还有一样非常关键的 就是高空出现了一个风车变的现象 那么多的因素巧妙地配合 然后才会出现到龙卷风 如果看回香港的记录 就是说我们有这些情况出现 但是要完全天衣无缝地配合 那个机会不是太大 上星期西贡都出现过水龙卷 和龙卷风的形成方式类似 是底部接触海面或者地面 而水龙卷旋转的速度就比较慢 天文台提醒 龙卷风和水龙卷都有一定的破坏力 会突然之间形成威力难以预测 有工程师就说本港的建筑物能够应付一般龙卷风威胁 香港的建筑物一般都已经可以照顾到 应付到240米时速的风速 例如今次在广州出现这个 那它附近的风力 当然是时速70多公里 市民就不需要太担心 也有工程师说龙卷风吹起杂物 会旋转地击中建筑物 比较容易破坏到玻璃外墙 但对本港的大厦结构影响不大 无线电视机就在中华K报导